大家好,我是老杜 现在在阿猪家 他们这边是没有水的人 然后都是人工去杯水 从山沟里面杯水上来 就是作为生活热用的 我们现在跟他一起去杯水 穿拖鞋好走路吗 在家里面不想上去 跑了跑去 那是他的邻居 他肚子还没好啊 拖鞋是吧 这背这一罐子应该有四五十斤吧 应该没有哈 二十斤 才二十斤 那这一天要背多少车呀 我爸 你爸去修房子去了 他的爸爸是跟人家专门做建房子的 就建这个水泥房子还是土房子 因为我妈说是 搞那个木头的 应该建鱼堂的 哦建鱼堂是吧 哦 这里不知道有没有水 我看一下这里 哦 在别人那边 哦 别人那边背一条哈 这家的是水泥房子用的 这家的是水泥房子用的 哦哦 这是公用的还是他自己家的 这个是公用的 公用 哦哦 这水泥房子他们弄的 然后公用 哦 这么累哦 这人开关了没有 你把你手机要不然我给你拿着 他叫我吸 手机我给你拿着 搞湿了都是咋搞 他给你拿着 哦 要吸一下 哎呦 那玩意是怎么回事 怎么一吸就有了 快 那你弄完了 他不是一直流着 把水管往上抬 他又下去 哦 这是啥远的 来到 哦 这是块井 我知道了 这是块井 是块井 从那边来弄回来的 哦 应该是个井水位置比较低 所以 它是已经滚到下面去了 哦 你俩要不先洗 洗我的井水 刷牙是吧 嗯 没事你弄完 弄完了再弄也行 没事 所以说大山里面 虽然说有山有水 但不是家家都有水 为啥 因为水这个东西 它会集中在一起 一个地方嘛 然后人工去去取啊 或者就说水啊 直接就是留到家里那种 才可以 对他们这边的话 秋水都是在这个地方来 一方水土一方文化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儿女 这个话听过没有 那边不是个水龙头 你怎么不听懂 那个我都说了 水没有到这里了 水已经 我知道了 它 水是 哦 下面去了 就不会超过这个洞 哦 水箱已经是基于那个水龙头的位置了 所以才能管子吸出来 明白了 明白了 这应该也是从大山里面弄下来的哈 在那里面那里头 哦 在那头 在那头的山里面 他们都是说苗族话 是苗族话 这个房子是公用放摩托车的哈 这个啊 啊 是不是感觉这个雪很小的 可能几下连几下都没了 估计 可能再吸一下看怎么样 有很大 这个中 好大展 这个这个水池 哇 这上面全部是倒水泥的 留了一个口啊 就像洗一下都洗不成 时间长了 这里面可能会长成那个青苔子来的 把它给弄来了 好 再吸 哦 吸一下又大一点了 因为你这个 你这个水 水桶已经高于 高于这个地方了 所以他可能就不想留了 是 只不过太慢了 那边有个小锅 给他弄的锅里再倒进去 弄像 好 把它弯一下 弯一下 哎呀 你找你妈 你找你家 你找你家 他找我有毒鼻子 哈哈 他说我在照相 哈哈哈哈 你怎么带着呢 这边这个 这个房子 房子基本上千片一绿的就这样子 然后这边还养鸽子 然后这一家 造型都一样的 应该是一个人 一个人设计出来的 啊 对啊 一个人设计出来的 都有二层楼 然后上面的花纹啊 差不了多少这个 听到你们说话说 中文 上期的当初他们去中国打工的时候 哦 哦 哦 他也在中国去打个工是吧 他们去边境那边 因为这边去那边很普遍吧 是在那边去 在那边去打工 然后去想起那时候的一个情况是吧 啊 还是搞了半筒 就拿这个盆子 往里面咬一点嘛 对对对 那个给我 压刷给我 对 然后洗一下 所以说测水间呢 阿猪还是个近 阿猪是个近视眼 然后昨天 我拿他的眼睛试一下 他的眼睛是有斗鼠的 啊 至少啊 那是斗鼠的 你看整天都不喝了 那是斗鼠的 我把切斗鼠捞了 嗯 这要换的 它换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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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担他们 没它换的 你都换的 我把他的舍呐 这里装起了 它换的 我去下亂小 老的 permeable 暖雨 我去下午 摔直 微是只懂 蜂 可是 我们 coming 停 哎呦他还满了背的洞吗 哎呦他还满了背的洞吗 哎呦他还满了 你的苗话这么多年没说了依然是流畅的 来我试一下有20斤吗 这盒子20斤啊这应该是20公斤啊 我的天这是 我知道这是20公斤啊他把我误导了 我说才20斤 这不就20公斤40斤吗 40斤 这应该是20公斤 他说20斤把我刚才 然后就是 水取了以后要见着这个水还要刷牙 老人他们都在这边 小玉的小玉的小玉的 各个大山里哈都有一段一段的水泥路 这个水泥路哈 据听说是各个地方就是远柱的 然后今天这边有一段的话就是 呃韩国远柱的公路 就是这条公路就是韩国远柱的 然后现在这边 呃有个 呃 碧文 有个碧文就是 呃这是韩国的 呃给他们援助的这行字 2015年 到2018年 这三年时间就是可能远柱了这么一条公路哈 这条公路 虽然说是水泥的 但是也没有人维护 没有人维护 然后坑坑洼洼的 在大山里有很多水泥路哈 大部分都是外国远柱的 这个烂掉了 好多年了烂掉了也没人去弄 是不是要人工啊 真厉害 好些人都给他帮忙 不然一个人40斤还不好飞啊 是的 可以 嗯 嗯 辛苦你了 哈哈 在你那里哦 在我这 在你家 吃饭要叫你去杯水 哈哈 要多杯两套水 你爸啥 走了走了 走了 他要跟人家一起是吧 哦 所以说大山里面吃水 现在是没有自来水的 基本上就是 如果说有 刚好有过三泉水 他们就借用三泉水 没有三泉水 他们就 哪里有水就去哪里飞 他们这个村庄 他们这个村庄 他刚才说二十斤 二十斤把我搞懵了 二十公斤 哦 应该是一山 哈哈 这个辣椒多的只都吃不完 累吗 累 不太喜欢站在中国 所以说以后去 等下我跟你们去了 我妈一个人在家 她要去杯 以后要去中国工作 你就不回来了 你回来了 你就不方便 天天要去干这种 这个女孩天天穿校服 不去上学哈 不上学 她们在研究她的 研究她的那个苗 做手工 情况 还好那个水箱有水 没有水你就要跑到山沟里去 背是吧 下去那一家 哦 跑到大山那个下面哈 那今天算是走了近路了是吧 如果说刚才那个水箱里没有水 她就要跑到那个大山沟里面去 去背水 来 来 我给你 来去 好 哎 大山里的生活哈 非常的困难 尤其是阿猪的家哈 作为日常的用水 有时候都很难供应 如果说那个水箱里没有水的时候 那他们就要去那个山沟 山沟那个最低的地方去背哈 有时候可能会跑了几公里 刚才亲他说哈 但是刚才那个水箱里有水这个就进了 不足 差不多半公里吧 不足一公里吧 好的好的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 请按赞 精悦我的频道 咱们后续 会持续记录 谢谢你们 咱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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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ry